为了咱们洪家的声誉 您一定要让凯成 马上带佩山到他家住下 这样的话 佩山才不会跟朕刚刚 纠缠不清呢 别说了 娘 太好了 这一幕简直太感人了 二小姐 这几天没见 怎么瘦成这样了 二小姐 你看 愣坐在那 跟掉了魂似的 阿春啊 你要什么就到门口去守吧 我劝劝二小姐 二小姐 我来了好几次了 姑爷派人在门口守着 不让我进来 二小姐 我知道你受委屈 我心里很疼啊 二小姐 你说话呀 你这个样子 老爷在天之灵看到了 有多伤心 多难过呀 还记得 当年你刚来洪家的时候 也是这么不说话 整天跟着我在一起 老爷看我们俩投缘 就偷偷塞给我一块钱 让我哄着你多开口 现在成这个样子 等我死了以后 你让我拿什么脸去老爷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不愿意嫁给姑爷 我知道你心里有委屈 可是我老了 我帮不了你 我帮不了你 你跟二少爷 我就是情方来照顾你 我都办不到 我没用 我真的没用 我对不起你啊 二小姐 你说说话好吗 哪怕你说一句 我都会开心啊 妈 妈 二小姐 可怜的孩子 我可怜的孩子 二小姐 我们别哭了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二少爷回来了 二少爷 他回来了 你别怀疑啊 二少爷真的回来了 我是没有脸 救他 二小姐 这件婚事 是老太太做的主 你也是迫不得你的 你别太自责了啊 你哭了 二少爷心里 肯定比你还苦啊 妈 我有一件事情 想请你帮忙 别说一件千件万件 都可以 只要我能做得到的 别哭了 先吃饭 把饭吃完了 你再告诉我 要做什么啊 来 来 这个 爹 自豪 爹 我回来了 这么快就回来了 嗯 跟羊子生意谈妥了 该不是砸了 给我逃回来的吧 啊 爹 您猜错了 二少爷没告诉您吗 哦 哎呀 难为你了 爹让你出洋留学 还真值啊 嗯 我知道了 嗯 子豪 二少爷 子豪回来了 子豪 前两天接到你电报 怎么今天就回来了 合同呢 快拿出来给我看看 哦 这不拿去给老夫人了 哎 老夫人怎么样 她高兴吧 当然高兴了 笑得嘴都合不拢了 哈哈哈哈 太好了子豪 这事你们干得太漂亮了 对了 既然你今天回来 前几天干嘛还要发电报呢 我呀 是怕老夫人 你做生意为借口 把你逼回厦门去啊 所以呢 我就先发了封电报 这叫什么 先发制人 嘿嘿 这小子 亏你还能想到这一层啊 反应还挺快 哈哈哈哈 是 多亏了你那封电报 不然 我现在在往厦门的车上呢 二少爷 刚才在老夫人那儿 听说二小姐她 二少爷 二少爷 五妈 你怎么来了 二少爷 我妈没事 都是自己人 你说吧 二少爷 二小姐给您写信了 我这是给您送信的 二少爷 发生什么事了 是佩山 佩山要我带她离开 什么 二小姐她 那好啊 我也正这么想呢 傻小子 你胡说什么呀 爹 二少爷和二小姐 从小就是一段 我们又不是在唱梁柱 能逃当然逃了 逃 她们能逃哪儿去呀 大少爷已经不在了 二少爷要再走 这弘家的家业怎么办呢 啊 匠园子谁来撑着呀 爹 二小姐在那边 连命都快没了 哪儿还顾得了什么产业啊 没那么严重 你别胡说 不 二少爷 各位师父 二小姐她 她真的快不行了 没错 好 刚才我去弘家的时候 什么都听到了 二小姐不吃不喝的 整个人都傻了 毕山 是我对不起你 我没能救你出来 二少爷 事情都到这般田地了 依我看 你还是赶紧带二小姐走吧 我很想带她离开 可是我心里很矛盾 一边是私情 一边是弘家的家业 二王凯成兴术不正 诡计多端 他对弘家有野心 我担心他会对弘家不利 他怎么会对弘家不利 难不成 他能把弘家给弄垮了 这对他 有什么好处啊 再说 有我们几个在 我们会替您牢牢地守住 弘济将园哪 二少爷 如果您再不带二小姐走的话 万一他不信死了 你说 老爷在天之灵 他能够安息吗 这老爷生前最疼爱的就是二小姐 二小姐 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老爷他 看来只能这么办了 二少爷 您就带着二小姐走吧 江园这边 有我们替你撑着 我们等着您和二小姐回来 是 黄师傅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我先带佩山走 等事情平静之后 我们再回来 不过 不过怎么样 王开臣派人整天盯着佩山 救他出来的机会并不多 有了 我有办法了 有了 姑爷 姑爷 怎么了 我 我去给二小姐买点针线活 买针线呢 她二小姐说她想要刺绣 所以 好好别说了 赶紧送去吧 哦 五妈 五妈 你去哪儿啊 哦 我给二小姐送东西 不行 没姑爷的话 谁也不能进去 阿春啊 我刚才来过的 你忘了 就是因为刚才放你进去 害得我被姑爷骂了一顿 这是什么 哎呀 那是我的东西 什么东西啊 我看看啊 你又不识子 哎 你你 我看看啊 阿春 先回房里把门守好 是 姑爷 姑爷 我们不是有意串通要满营的 实在是 二小姐她 她呆苦了 她没法活了 我求求你高抬贵手 放二小姐一条生路吧 要不二小姐死了 你让我怎么跟老爷交代啊 我求你了 我给你跪下了 我 五妈 贝贝 别这样 佩珊 她是你从小抚养长大的 按理说 你还是我的长辈呢 看你如此心疼佩珊 我心里好感动 其实 我看佩珊这么受苦 我心里也很难受 姑爷 你为人这么好 二小姐没能跟你 是她自己没福气 五妈 别哭了 先回房间去吧 这封信 我会亲自交给佩珊的 可是 你放心吧 我跟你一样心疼佩珊 我也知道 佩珊和二少爷感情好 其实要不是老夫人做主的话 我也不敢高攀二小姐 只要佩珊能过得幸福 那比什么都要来得重要 姑爷 想不到 您这么宽宏大量 我替二小姐 谢谢您了 五妈 不过你要答应我 这件事情 千万不可以让其他人知道 要不然的话 恐怕会有变数啊 明白吗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不说出去 谢谢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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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珊 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 你每天这样 你知道我的心里有多疼啊 佩珊 佩珊 我只想你亲口告诉我 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 难道我所有的痴情 都不能感动你吗 我非常好 没有 给你写的 佩山 熊聪聪自厦门归 知你自尽等事 心痛无脚 终于寻思要带你离开 却苦无机会 醒得子豪等人协助 终生遗迹 明日静明 子豪会借口 伴助凯成佩琪等人 我妈和刘师傅 理应万和 趁夕将你带离弘家 我在江边凉亭等你 一旦会合即刻离开 旺妹为兄保重 朕刚清平 Guardian 终日勋絲 却苦苦不能离开 纬日勋思 真是感人哪 李星 deine 我想怎么样 佩山 你别害怕 我最近一个人 在客房睡了好多天 我也想了好多 也感慨很深 与其让你这么辛苦 不如放你走好了 让我离开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 怎么会放你走 你一定在想 王凯成 你又在耍什么花招 裴身 你看你 这是我们夫妻应有的相处之道 虽然只有短短几天 可是 你每天用这种态度对我 我受够了 我好恨 这个婚姻 根本就是个牢笼 它灌死了你 也灌死了我 甚至灌死了我对你的爱 我好恨 我真的好恨 我和老夫人在这种情况下 安排的婚姻 我恨 我恨我为什么这么爱你 我恨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我恨 我恨你 我为什么期待这样的一个婚姻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们也不可能反目成仇 我们都已经成了仇人了 我们都已经成了仇人了 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 这不是我要的结果 你说话呀 别再说了 我 我不会相信你的 你想的是什么 没有人会知道 你说的越是诚恺 就越是可怕 我都说成这样了 你还是不相信我 难不成要把我的心挖出来 你才相信吗 好 好 好 我就做给你看 你还不相信我 好 我就挖给你看 好 不要 不要 你放开我 你放手 你放手 放手 你为什么要这样 现在你相信我了 我相信 我相信你就是了 你要放个佩山 怎么样 什么 你疯了 我没疯 你要成全郑刚和佩山 你还说你没疯 让我成全郑刚跟佩山 你也不好好想想 这可能吗 什么意思 你等着看好戏吧 拆散郑刚跟佩山的机会 终于来了 这次我不但要拆散他们 我还要借此机会 获得佩山的心 这招高明吧 高明 万一投机不成十八米 两个人都跑了 佩山跑了我不管 郑刚跑了你陪我呀 要让他们给跑了 我还是王凯成吗 这一次 就算他们长了翅膀 也再难逃出我的手心 下雪了 糟了 快去 正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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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怎么晚了你怎么还出来 这雨太大了 我怕这木片板子太薄 雨水渗入到缸里头 爹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看明天我们得出去找一个铁匠 把每个档子上的都做得几盖住 爹 我听说北京的匠园子都是这么做的 郑刚 以后 要是我都在了 这匠园子和这燃场 就全靠你了 自从 你十岁那年来到洪家 我到匠园子来帮忙 我知道 你是来爆炸我的 对吗 我都看在眼里了 郑刚啊 把这产业交给你 我这就放心了 爹 你别说这些了 您福星高照 一定会成名百岁的 对 你这傻孩子 哪有成名百岁啊 这个匠园子 是我们洪家立业的根本 所以 你一定要好好守住他 好了 咱们早点歇着吧 明天啊 你找个前提匠来 把每个缸上都做一个盖子 好啊 爹 海儿 海儿不孝 海儿没能完成你的嘱咐 今天啊 海儿对不起您 对不起洪家 可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佩山被白白的牺牲掉啊 二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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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见我可担待不起啊 您放心 老爷子的交代 我比祖传家训记得还轻啊 我比祖传家训记得还轻啊 等您回来 我保证 我保证 洪记的将 肯定只会更好 不会更差呀 谢谢您啊 黄师傅 谢谢 谢谢 副管家 你们几个人 先在树里里藏好 到时候 听我的命令 我刚才说的话 都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既然听明白了 快去 是 国元 请 您先等一下 老夫人马上过来 好的 好 子豪 老夫人 坐 有事啊 是这样的 是有关和洋人做生意的事情 我想请您和掌柜的 再一起商量一下 子豪 你来得真不巧 待会儿我和娘要去庙里祈福 我看您还是过几天再来吧 不 生意要紧 庙里可以晚点再去 娘 是这样的大小姐 洋行那边想请我们针对那些 买酱的太太和小姐们 推出一些新的包装 这方面 还得请您多多指教啊 卖酱就卖酱 做什么新包装 大小姐 俗话说得好 人靠衣装 佛靠精装 这讲究广告和包装呢 可是未来全世界商业的趋势 既然子豪都这么说了 你就留下来 听听也好嘛 娘 太成啊 你来得正好 子豪来谈生意呢 是吗 真不巧啊 我好不容易说动了佩山 等一下我们两个人 要出去散散步呢 佩山 你身体好点了吗 可以出去走动了 是 娘 娘 现在妹妹的身体好点了 我看啊 新包装的事呢 咱们还是缓一缓 让妹妹和妹夫出去散散心 要不然妹妹在家里会很闷的 大小姐 是这样的 新包装的事情 当时合同上已经在明了 是有时效性感 我看拖也不得 子豪 做事果然认真啊 不如这样 你们先聊着 等一下我和佩山 一个时辰之后就回来了 掌柜的 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看您不在场 不太好吧 那 那郑刚呢 叫他回来不就得了 娘 郑刚他在酱场里忙着呢 咱们就别吵他了 是 这场里的事情 一旦忙起了 被打断了不太好 既然这件事情这么重要 而且实现又很急 我看子豪 那你就不用回去了 等晚上郑刚回来之后 我们大伙儿一起开会 商量上来好不好 这 子豪 挣钱虽然要紧 可我妹妹身子更要紧啊 我们还是让他们去散个心啊 这事就这么办了 娘 那我们就先出门去了 好 小心一点啊 老夫人 那我也先走了 不急 喝杯茶再走吧 不 我 我是刚刚想起来 有件急事要办 要不 我晚上再来陪你好吗 怎么 我娘要你喝茶 你不乐意啊 怎么会呢 老夫人这么厚爱子豪 子豪哪敢呢 那你喝喝看嘛 这茶挺好喝的 好 你喝啊 好不好喝 好喝 那就多喝两杯 对了娘 我们该走了 我们还得到庙里去拜拜呢 对对对 该走了 你急什么 又不是说你 好了 别再为难他了 子豪 你先走吧 谢谢老夫人 谢谢大小姐 这子豪在急什么呀 待会儿您就知道了 你说什么 没什么 娘 我们该走了 你来 正刚哥 你去吧 佩珊 你走吧 凯成 你能相信我 我已经很知足了 你去吧 我就不送你的正刚身边了 这段路 我走得好心酸 但要是你过得幸福 那我做这牺牲 都值得了 凯成 你的恩惠 我一定会报的 别这么说了 我说过 只要你过得幸福 别说让你跟正刚在一起 就是我死了 我都心甘情愿 谢谢你 正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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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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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王凯成 居然主动把佩山还给正刚 这比较男人生孩子还难哪 他 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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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莲莲 这 过去看看 是 佩山 我们走吧 我去拿行李 你们要去哪儿 娘 娘 你们这是干什么 还带着行李 难道你们又要私逃啊 正刚哥 佩山都已经嫁人了 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来呢 王妃我如此尊重你 他白白付出了一片真心 娘 竟能让我们离开吧 你居然敢带佩山走 佩山已经是凯成的妻子了 凯成呢 他不是说要带你散心的吗 坦然呢 娘 凯成 你不是说要带佩山出来散心吗 怎么让他跟正刚私逃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娘 我求你放了正刚跟佩山吧 我求你了 凯成 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呢 佩山是你妻子 难道你不爱他吗 我爱 我当然爱他 为了他 我甚至连命都可以不要 可是佩山他不爱我 我不能牺牲佩山的幸福 与其三个人痛苦 这份苦 不如让我一个人来受 让我一个人承担吧 娘我求你了 你放了佩山吧 娘 娘 您别听他说 现在满天下的人 都知道凯成和佩山已经成亲了 要是正刚和佩山私逃的话 这件事情传出去 您的脸还往哪摆啊 说得是啊 这是 不光是你们三个人的意愿 还牵扯到我们洪家的声誉啊 难道王凯成是好人啊 不 他如果想帮佩山的话 早就绑了 何必等到今日呢 好 苦肉计 凯成 我知道你爱佩山 可是如果正刚和佩山真走了 外面人会怎么说你知道吗 他们会说正刚哥拐带人气 会说佩山红杏出墙 还会说你只是一个 戴着绿帽子的乌龟 你 我怎么了 我说的全都是实话 不仅你们三个人会被人说 我娘更是首当其冲 你知道外面人会怎么说我娘吗 他们会说 我娘毫无家教 一个大户人家的夫人 连村妇余妇都不如 好了 不要再说了 娘 为了咱们洪家的声誉 您一定要让凯成 马上带佩山到他家住下 这样的话 佩山才不会跟正刚哥 纠缠不亲哪 哎呀别说了 娘 啊 太好了 这一幕简直太感人了 王掌柜 你真是太伟大了 何夫人 这 您能得子家序 子豪给您贺喜吗 子豪你 王掌柜 您能化小爱为大爱 能容人所不能容 能忍人所不能忍 真的令子豪佩服 佩服 大小姐 您处处在为老夫人做着想 甚至可以费尽心思地 挽回洪家的声誉 这也令子豪佩服啊 你 老夫人 二少爷和二小姐 虽非您所生 可是从小到大 您和老爷 将他们视为己出 这件事情 是大伙众所周知的 大家伙一提起您 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一提起这件事 都对您直竖大拇指呢 只可惜啊 这场逼婚的事件 把您的美名全都给毁了 二小姐在婚礼上自借的事情 在乡里面都已经传开了 大家议论纷纷的 什么丑话都说出来了 我觉得 如果今天 您能亲口废除这个婚约的话 非但可以堵住众人的悠悠之口 还可以 驳回您的一番美名 甚至 可以成全一对家偶 让老爷的在心之灵 得到宽慰 这一举数得的事情 何乐而不为呢 老夫人 再说了 王掌柜已经同意退出了 您就做个顺损人情 多好啊 王子豪 你 你太过分了 大小姐 如果让您被迫 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 您愿意吗 你 再说了 王掌柜刚才亲口答应 愿意成全二少爷和二小姐 您应该也听到了 怎么 您听得不清楚啊 王掌柜 方才 您是这么说的吧 没错 我是这么说的 二少爷 二小姐 既然王掌柜如此宽宏大量 愿意牺牲自己成全你们 你们就长痛不如短痛 赶紧走吧 快走啊 黄子豪 你这是干什么 你就让他们走 枕冈哥 我们快走吧 枕冈哥 你别走啊枕冈哥 来到 来到 枕冈哥 不管家 你们出来 快出来 枕冈哥 别走 这是怎么回事啊 王海诚 这就是你对佩山的大碍吗 你这招以退为进 欲擒故纵的苦肉计 演得真是好啊 随便你怎么说 傅管家 给我抓起来 王海诚 你竟然骗我 你这伪君子 王海诚 你太卑鄙了 原来 这一切都是你布的局啊 我 老夫人 她想来个一石二鸟 既可以拆散二小姐和二少爷 又可以借机 不去二小姐的芳心 如果两个墓局都达不到 她就会把人押回去 老夫人 您怎么聪明一世 糊涂一石啊 找这种人做女婿 简直是养虎为患 住嘴 你这混蛋 你想阻碍我 误害我 重伤我 你这个小人 小人 王海诚 你干什么 王海诚 你的把戏被人识破了是不是 你恼求成怒了是不是 混蛋 你住手 通通给我住手 娘 这一切都是为了佩山好 我 我不是你娘 我没你这种女婿 别以为我老胡度了 就看不出你在玩什么把戏 不管你再怎么爱佩山 今天你布下这个局 把大家唬得团团转的 就凭这一点 就看出你太狡猾 佛管家 把人放了 娘 你们走吧 就当我们也养过你们 佛管家 把他们撵走 娘 你不能放他们走 你至少留下枕干戈呀 闭嘴 快走 闭嘴 娘 寒儿不休 在这给你告别了 行了行了 别跪了 你们快走吧 快呀 没事 陈根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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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走啊 陈根哥 大兄弟 算了 你别走啊 你别走啊 都是你 哥 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啊 哥 哥 你怎么了 你这是干什么呀 疯了吗 我不认输 我不认输 我 疯了 我是疯了 我要被红尘糕逼疯了 为什么你们都不理解我 你们都这样对我 我不会认输的 为什么我什么都得不到 为什么从来没有人理解我呢 我不会放弃佩山 绝对不会放弃 就算她嫁给朕刚 我也不会让他们得到幸福 我不会让她得到的 她是我的 本身是我的女人 朕刚休想得到她 爹 是孩儿不孝 孩儿今天要带佩神离开 没能完成你的嘱托 没有报答你的养育之恩 是孩儿不对 求您原谅我 爹 我们也想留下来 可是不得不走 请您在天之灵 保佑娘 保佑姐姐 保佑洪迹将园日日兴旺 等事情过了 我们一定会再回来的 爹你放心吧 我已经交代了黄师傅 他们会守护着红迹的 孩儿在您分前发誓 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回来 我们一定会回来 王凯诚 这个城市不足 办事有余的家伙 我恨你 大小姐 这可不能摔啊 闪开 我偏要摔 红佩珊 你只是个同样戏 身份卑微 还敢跟我抢枕刚哥 我害你们 住手 不许摔 搁 家里没大人吗 她 他 小沼 我 怕 甚至